祷告两晨 听见台湾的祈祷 祈祷515 与其抱怨黑暗 不如点燃一根蜡烛 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 每周五天 每天一次 同心为国祈祷五分钟 各位平安 欢迎参加祈祷515的运动 我是陈伟旺 国家祈祷早餐会召集人 星期六早上 我们刚完成了历史期节的 台湾国家祈祷早餐会 以下我就来为这样子的 活动的完成 献上感恩 也继续为我们的总统 为我们的国家来祝福 我们一起祷告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爱我们的主耶稣 在我们的心中 成就万事的圣灵 我们感谢你 你带领我们 顺利完成 第十四届国家祈祷早餐会 感谢你 总统 与其各国的使节 学多的贵宾 学多的贵宾 主内的牧长 弟兄姐妹 大家齐聚一堂 在你的同在 你的带领之下 我们献上敬拜 祈祷赞美 我们众人的心 在你的面前 凝聚合一 主啊 我们在祈祷当中 我们向你请求 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信心 给我们爱心 给我们勇气 因为环境变动 实在是太大 许多的问题 实在是不容易有答案 许多的困难 实在不是我们 靠着自己能够突破的 然而 就在我们众人的 祈祷当中 你的同在 就成为我们的力量 你的同在 就成为我们的喜乐 就成为我们的信心 感谢你 让总统 来到我们的当中 从头到尾 跟我们一同聚会 愿上帝 不仅在今天 而是在随时 都向我们的总统说话 让他心中 充满了主的智慧 从神的眼光 来看市局 从神的眼光 来看这块土地 以及所有的百姓 我们祝福 我们国家 整个执政团队 真的是 有多元的声音 但是更有 和谐 团结的力量 我们感谢你 你的爱 在我们的当中 耶稣基督的 十架的救恩 所成就的 拆毁了中间 隔断的墙 这样子的恩典 这样的命定 就在我们的台湾 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本单元 是由国家祈祷早餐会 筹备会 地区联导会 与佳音广播电台 联合制作 请加入 祈祷515行列 每天同心为国祈祷 与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